谢谢 谢谢 一曲欢乐的乐曲 更加感染了现场欢乐的气氛 在这欢聚的时刻 让我们把欢乐延续 所以今天我们的网会直播现场 还邀请到了一位国民男神 和我们一起欢度葬礼新年 我很喜欢他 我是他的粉丝 所以很多他的剧 估计大家伙都追过 他是伪装者 他是狼牙阁的阁主 他是狼牙阁 但今天他是我们的康巴汉子 让我们掌声欢迎 国家一级演员靖东 欢迎你 罗萨之席 谢谢 来 请你首先给我们此时此刻 正在观看 葬晚直播的观众朋友们 拜个年吧 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靖东 很开心能够来到拉萨 在这儿祝我们葬礼新年 新年快乐 好 扎西德雷 扎西德雷 今天靖东老师穿上这身藏装 感觉更帅了 你们说是不是 帅不帅 帅 很帅很帅 听说您是第一次来西藏 您感觉怎么样呢 怎么说呢 第一次来西藏很开心也很激动 但同时呢也很紧张 因为我第一次来到西藏 所以我来之后反应有点大 呼吸有点困难 肌肉也有点酸疼 送上掌声 但是真的很开心 开心是真的终于有机会能够来到拉萨 来到西藏 来到这儿之后呢 受到了大家特别热情的这种欢迎 甚至我们西藏的朋友 拉萨的朋友也给我穿上了 从没穿过的衣服 帅 而且这个一夕呢 也拿出了他的传家宝 嫁妆 据说这个价值不菲 所以总之呢就是很开心 然后在时间特别短的情况下 也还是去了一趟布达拉宫 然后真是觉得找不到更美妙的词汇 来形容我的心情 对当地的风土人情很好奇 也很新鲜 我觉得尤其是我们当地的朋友 很质朴 特别真挚诚恳 可能对我以后的工作当中 也会对我带来很多的触动 从他的眼神当中 包括神情当中 都让我很受感动 当然对所有的这个环境 我也很受感触 就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台上摆的这些 我对每一样都很好奇 所以能不能借这个机会 你也给我们全国的观众 来介绍些什么 这可难不当我 我给大家伙说说 这些呢是我们非常传统 吉祥的一些摆件 我们在过新年举行一些大型庆典活动的时候 我们就会把这些摆上来 换句话说 如果您去这个藏族朋友家拜年的话 几乎每家每户 您都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 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把家搬到了舞台上 欢迎您回家 来 那我就带您参观一下咱的家吧 其中啊 这个呢就是我们过年期间 必不可少的一个摆件啊 它叫五谷斗 葬芋里叫切马 这里面装的是麦子和簪巴 上面插着的这个好看的牌子 是这个苏油花 你看 是用苏油点缀的 这是用苏油线做的吗 是的 每家每户的这个苏油花的图案都不一样啊 有这种吉祥八宝图 有六长寿 有和睦似有 有不同的花卉等等等等 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是和睦似有 代表着和睦幸福 真好 那要不咱也入乡随俗学一学好不好 学 很简单 好 您这样面对这个切马 当然我们今天稍微照顾一下 照顾一下 面对切马 你要用您的右手拿一点左边的麦子 对 向天上撒三下 对 代表着来年风调雨顺五谷风登 真好 然后您再用您的右手捏一点 右边的簪巴 向天上撒三下 代表着吉祥如影福禄寿俱全 真好 然后我们再吃一点点的这个切马 吃一点 这可以吃的 对 这是能吃 咱们把我们西藏主要的这个主食之一 然后您可以道一声 这是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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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我们老 我们老家也会这么说 这个对我来说确实有点难 请大家都理解 我以后找机会好好学一下 慢慢学 其实这时候还没完 你知道咱们西藏人民热情好客 这时候主人就会端来清喝酒 你看我们今天已经准备好了 先等会儿姑娘 我们就会端来清喝酒 喝酒的时候也是有讲究的 你要用您的左手的无名指 沾一点点的这个清喝 像天上撒三下 别急着喝 有酒怎么能少了歌呢 你们说是不是 所以借着这样的一个吉祥 要不静东老师也给我们送上 祝酒歌好不好 酒准备好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但是我确实还真的不太会 好像我也真的不会唱这个祝酒歌 要不这样好不好 你来教我一到两句 我们整个这个西藏观众 都会唱的祝酒歌 然后我们跟在座的现场的观众 我们一起来唱好不好 这可以 我刚好想到了一首 我们西藏家喻户晓的一首歌 估计大家伙都会唱 我们欢聚在一起 我先教你两句好不好 好 非常吉祥的一个歌 我准备准备啊 我准备准备啊 那我们一起从头唱好不好 很好听 很好听 但我一时确实很难学会 有酒了吧 那我们得三口一杯了 唱得好吧他们 唱得好 好 用无名纸 对 再 再一次 好 京东老师也是刚来西藏啊 本来是我们要三口一杯 三口一杯什么意思呢 就是先喝一口 我们把它倒满 第二口喝完再倒满 第三口要一饮而尽 不过 老师还在适应的过程当中 让他先尝一口吧 尝一下我们这个 纯美的清磕酒 谢谢京东老师 谢谢 这个不会喝醉吧 还有大把可以下去 我们慢慢喝 好 明天就是大年初一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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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